上一回咱们说到曾国藩到了天津之后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调查处理天津教案 可是却招致怨声载道 一些书院的士子还在街头巷尾贴出讥讽的帖子 说总督名曰国藩实则媚扬国贼 正在这个时候丁日昌来信了 他在信中说已经打发荣宏 立刻赶赴天津充当翻译 还提到了张光早等人 丁日昌在书信中抄录了自己的奏折 5月23日之变 天津在世官吏 既不能谈压于先又不能激凶于后 过物成数不清 然为其无实无能则可 为之有意激变则不可 曾国藩觉得 这丁日昌啊 说得非常的重肯 张光早将诱拐儿童的罪犯 斩首示众 又押解武兰真到教堂去对质指正 这还是尽职尽责的 在事件当中 他的确见识短浅 能力不足 但并没有太大的过错 既然从后以上奏将三人 隔职一处 那么就等事情查清之后 再行上奏 眼下呢 必须物色人选来接替他们 以维持社会秩序和日常的事物 第二天 容红赶到天津拜见 曾国藩十分高兴 亲自给他倒茶 并恳切地说 哎呀 淳福 你来得正好 我身边一个懂得英文法文的都没有 这跟洋人谈判 闹不好会吃亏 可能还会吃大亏 如今你这一来 我可就放心了 老中堂 卑职听说 法国公使 威胁要将天津炸为焦土 心里非常的愤慨 卑职必当竭尽全力 了解国外消息 祝大人办理此案 曾国藩听了 非常高兴 让容红呢 多向国外的朋友 去了解和打听 与此同时呢 门生李鸿章也写来书信 建议老师呢 先跟俄国和美国谈判 分化瓦解六国联盟 在集中力量 对付法国 这件事呢 就容易多了 看了李鸿章的建议 曾国藩联想到 这位学生 在江苏 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 毅然撤换了 常盛军的首领戈登 心里呢 不禁赞许 还是李绍权 对付洋人 有一套 这个时候呢 最恼火的 还是缺乏精通英语的人 当翻译 只能依靠容红一个人 忙里忙外 处理天津教案 责任重大 心情紧张 用脑过度呢 导致曾国藩 感到一阵的眩晕 他只得闭上双目 停止思考 心里也涌起了悲凉 看来 我真的老朽 不忠用了 同志九年六月十一日 曾国藩 接到由总理衙门转来的 法国公使罗书亚的照会 他让容红将全文翻译 跟总理衙门转来的 译文定证 逐字逐句的斟酌 察觉出 罗书亚要求维护两国合约 赔偿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意见 也算是合情合理 心里也踏实了不少 13日 英国公使威托马来访 14日 美国公使也来到天津拜会 这两个洋人公使提出 两国缔结的条约 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在天津遭受的损失 必须完全赔偿 曾国藩满口答应 价钱问题 在一起协商 两国公使满意而去 曾国藩对赵列文说 惠府啊 看来洋人还是讲道理的 之前说要将天津炸为焦土 也许是谣传 并不足信 赵列文却沉吟说 大人 朝廷与洋人签订的合约 必须遵守 这自然是正理 洋人万里而来 所谋在立 这次 他们损失很大 也难免 狮子大开口 大人当据理力争 驳持他们的过分要求 咱们 不至于太吃亏才好 曾国藩 连连点头 惠府啊 你说的很有道理 商与民事要保全大局 英国公使和美国公使 提出要赔偿所受的损失 只要合情合理的协商 可以答应 自古杀人偿命 这言下最要紧的是 缉拿凶犯 暗律偿命 才能让洋人心服啊 大人 以情势而言 只能委屈求全 可学生担心的是 官身市民 把他们视为忠勇义士 如若将其缉拿 恐怕 恐怕会招致朝野的怨恨 曾国藩微微一叹 又立即坚定地说 恢复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也正是老夫担忧的地方 燕赵大帝 自古以来多有慷慨 悲歌之事 故此 老夫在 小遇天津市民的告示中 小以大意 他们应该会十大体 明示礼 老夫预料 为首资事者 会自动出来招任 不会殃及无辜的 赵列文连连点头 钦佩曾国藩 深谋远虑 洞察 事情人心 十四日 内阁学士宋进 上书奏臣 何局故意保全 民心未可烧尸 请布置海口防兵 兼宛遇各国 以为解散六国约从之策 军机处将宋进的奏书抄路 转送天津 上誉 命曾国藩着凉办理 据实奏文 这道御旨 让曾国藩好生作难 他明白 朝中大臣 对天津教案的处置 存在分歧 纯郡王主张利用民心驱逐洋人 宋进极力支持 分化六国同盟固然有理 从眼下的情形来看 英国和美国公使 当面提出赔偿损失 六国约从之策 已然被解散 但贸然不知海口防兵 则会激怒洋人 如果逞一时一起 与洋人开战 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 他打定主意 不能附和这个冲动冒险的意见 十六日 曾国藩资负总理衙门 陈道金郡出令放告 接数百官身市民来属告诉 经再三查讯 挖眼剖心之说 疯传已久 却非事实 至于迷拐人口 时难保其壁武 他说的委婉 却很明白 惊案的爆发 源于挖眼剖心的疯传 却没有事实 能证明那是洋人的罪状 而迷拐人口的歹徒 虽然也是中国人 但他们是中国人的败类 如果一味强调民心不可烧尸 放过迷拐人口的罪犯 反而驱逐洋人 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十八日 曾国藩专折奏报 永定河宫南岸 五处漫口 自请易处 并请河宫处分 十九日 罗书亚来到了天津 在中国几年 罗书亚渐渐发现 中国的官身百姓 对天主教和传教士 非常的仇恨 此起彼伏的教案 大多也是冲着法国来的 心里受到很大的震动 起初负责处理此事的是崇厚 他一向维护合局 亲自到租界领事馆来慰问 将被杀的洋人 用上等的棺木装脸 罗书亚对崇厚的态度 非常满意 但这次 这崇厚居然向英美等国的公使 叙述事件发生前的情景 说封大义 当时简直是个疯子 看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后来呢 得知清廷派曾国藩到天津处理 这个老头啊 是大清国眼光独特的人物 当他还在率领乡军 与太平军浴血苦战的时候 身边便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毅然派出一个叫荣宏的留学生 携带重金到美国购买制造机器的机器 在江南制造局造出了枪炮和轮船 大有与西方列强一争高下的气概 这个人不好对付 于是罗书亚决定到天津 亲自会会曾国藩 罗书亚在新任天津领事德威利亚和官员的陪同下走进大门 主动向曾国藩伸手 我尊敬的中堂大人 您好 曾国藩想到 自己乃是正一品的总督 不能在洋人面前过于谦功 有意啊 只在门口等待 罗书亚向他伸出手 他按照中国礼节 向罗书亚微微拱手 宫使先生光临 蓬壁声辉 请进 荣宏啊 明白他的心思 也不好多说什么 上前和罗书亚握手 请客人走进客厅 分宾主落座 寒暄几句 曾国藩 便端坐在太师椅上 按照他一贯的向人法 目不转睛的盯着罗书亚 他觉得这个洋人 脸颊长满横肉 眼中透出胸光 一望可知 是个凶悍之徒 好半天都没有说话 荣宏知道 在外国人的礼节中啊 这样做是非常不礼貌的 心咳一声 提醒曾大人 这曾国藩呢 恍若不知 仍然端坐不说话 罗书亚来之前呢 也知道曾国藩 是率领乡军 消灭太平天国的统帅 心里呢 原本有几分敬畏 可见面一看 这个名震天下的乡军统帅 居然是个平常的老头 心里呢 又生出鄙视来 当下决定要先声夺人 啊 曾中堂 我法兰西帝国和大清朝廷签订了合约 在天津修建的领事馆和天主教堂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残忍杀害了我国的领事封大业 教堂 御英堂 领事馆 还有讲书堂 都被暴民焚烧捣毁 还有我们的国旗也被焚烧 八国传教士 还有修女 死者多达十三人 这是对我法兰西帝国的严重挑衅 我国政府议会十分震怒 英美各国也愤怒指责 那请问曾中堂 你打算如何处理 曾国藩呢 睁开眼 看着罗书亚 语气缓慢而严肃 宫使先生 上月的骚乱事发突然 贵国蒙受损失 领事及传教士等十三人遇难 彼人深感悲痛 彼人封职办理 彼顶认真查办公正处置 合理赔偿各国损失 严拿为首滋事之人 不过 此事源自教堂挖眼剖心的传闻 玉婴堂孩童病死 教堂连夜将孩子的尸体 悄悄拉到野地掩埋 这引起百姓的怀疑和怨怒 据武兰真共称 教堂的王三给他迷药 这更激起百姓的怒火 聚集教堂要查明真相 当时天津县令刘洁 带着牙役前往谈压 贵国领事不满 向我三口通商大臣 崇厚开枪 这墙壁上的荡痕有存 后来又向天津县令开枪 家人高升 忠心护主 身受重伤 至今尚在一日 这群情激愤 故酿成激变 宫师先生 此事 贵国领事 应负首先责任 罗书亚满脸仗红 却强词夺理 曾中堂 挖眼剖心的说法 谣传很久了 天津的张之府 也带人验过诗 可根本没有证据 这足以证明 这些都是对我国教堂的 恶意重伤 而玉英堂 掩埋病死的孩子 完全是人道主义 不能以时间在夜晚 就对他们横加指责 再说 封大夜鸣枪 那是为了 吓唬包围他的歹徒而已 而刘县令家人的重伤 这完全是个误会 可天津百姓 以此为借口 残忍杀害了我国领事 还有教会人员13人 还打死了英国人和俄国人 烧毁教堂 倒回我国的领事馆 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我联合英国 美国公使 向你总理衙门 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我国海军将士 也极其愤怒 要替被残害的同胞报仇 我们已将军舰 开到了天津和烟台 我 罗书亚 向曾中堂严正指出 如果不承办凶手 赔偿一切损失 我国就要炮轰天津 维护法兰西帝国的尊严和利益 眼见得罗书亚如此强势 曾国藩的脸色 也变得严峻起来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咱们今天这集呢 就先说到这 剩下的内容啊 咱们下集再说 感谢您收听 由有声熊猫为您播讲的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